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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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報導這個展明的原因 最早是從去年 去年的開展 活動開展之前 然後人生就是這樣子 做唱片啊 做設計啊 然後做了做了 像有一點年紀 然後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展覽 或者變成書書 然後當自己 有時候自己都準備好 很興奮的時候 突然身邊很多朋友就離開了 然後在過年的時候 突然新聞傳來 後面被離開了這個世界 也就是大哥 離開了這個世界 那其實在我這個圈子裡面 聽到這件事情 是真的有很多感觸 我自己其實在 在小時候 開始錄行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工作 其實跟大家一樣 出了社會 謀生 想靠近自己理想的 夢幻的工作 那時候其實我已經 一心一意 想要做唱片 靠近跟唱片有關的行業 所以 畢業之後 開始每天在 葡萄牌旁邊 入行 開始翻報紙 為什麼要翻報紙 因為從報紙當中 就可以看到 當時會 上面寫 真美工 真明星 真歌手 真歌星 通常這些字 也就放在一起 我就找到一家 唱片公司 他就是同時把 真歌星 真美工設計 同時變成一個 一個小小的 黑白的 藍圍 我把它剪下來 我記得印象深刻 就到了 到了 動畫難度 對 去上了我第一個 工作的班 然後我這個老闆 他叫黃中鴻 對 我記得我第一天 上班的時候 老闆就 就請公司的攝影 拿個拍子 去討論 原來我要做這個 上班的地方 第一天的工作 我看到的是 一個T字型的舞台 然後兩邊 一群女的 一絲襪 走到舞台的中間 工作是牛肉廠的設計師 其實我當時 有點難接受 雖然前面前 看到的是 兩眼很多肉 可是我想 好像也靠近這個行列 我那個老闆 他其實也不是 因為 他要做這個 當時很風行的 射擊行業 是因為 他覺得 新的時代 有一種偷窺的概念 是會變成 接下來是潮流 所以我那時候 做了那本雜誌 叫 封面女郎 最高機名 其實好多的明星 就是從 當時 這個 號稱 射擊雜誌當中 變成現在的 台灣古拉商 那這個是我 我當時 見識到的老闆 他想要做一個 偷飛世界 性感寫真的 我之後 隔了好多年 我已經很久沒有 跟我這個老闆 黃忠鴻 再見面 那當時其實 是我其實很崇拜他的 因為我躲在 雜誌社的倉庫裡面 看到老闆 出過的雜誌的資歷 原來他是 你愛周末 鳳飛飛的製作人 原來後來 因為一道財很紅 他的個性 就是很反派 他就做了一個很紅的節目之後 他就跳槽 到華市區 他又做了 張小燕的 另外一個綜藝節目 我覺得我的老闆 好酷喔 好有想法 可是他不安於 做一個節目 又跑到另一個節目去 隔了15年 對我15年之後 有一天老闆的女兒 有一個空姐 打電話給我 就很興奮 老闆每一年 幾乎都會約我後面 跟我聊聊 他當年 想說通虧的色情性感 這個概念 真的是在社會上 要有領先 因為隔了20多年之後 台灣有一個平火日報 就是你用當時 他這個很 這個很前衛的概念 就是 看到我這個老闆 似乎在那個年代 有得知的時候 也有到不得知的時候 這次他的空姐女兒 打電話給我 他跟我說 欸 蕭大哥 爸爸 他 飛到韓國去看 東紀念歌的場景 因為他覺得 韓國好像有一種 新的 娛樂產業 準備到 與眾不同 他很好奇 想去看他們的製作團隊 怎麼達成這樣一個 的一個作品 可以行銷到全世界 就是我爸爸到了 到了韓國的時候 第二天 因為天氣在寒冷 他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其實我聽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很難過 對 來不及在跟老闆碰面 我的老闆也來不及展現 他那個色情的瘋狂內向 他就離開這個世界 隔了兩年 我要出我的書的時候 剛提到我鳳飛離開的時候 我心想 鳳飛是我的老闆 提拔出來的一代天后 一代巨星 當時他提拔這個 一代巨星的時候 我是躲在那個 雜誌社的角落 打個小美工 偷偷瞄這些巨星 和你進出辦公室 我老闆其實常常鼓勵我 他跟我說 小青娘 我覺得你與眾不同 你有一種獨特的光 你的獨特性 李廷是一個很棒很棒的人 他常常在他的朋友 他的影視圈前面稱讚我 其實我知道他在稱讚我 他是在鼓勵我 對 但我現在自己 還來不及 來不及 沒有害羞的個性 沒有去回應老闆 現在可能比較敢 跟老闆開玩笑的個性出來 可是他已經不在這個世界 一直到去年 其實我的感慨真的很強大 因為我老闆他培植了一代的天后 都離開這個世界 我才準備好要把我作品 他完成的時候 我當然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時間的想法是 一定要把這個 從當地的小毛頭 後來可以做到那麼多的唱片 可以進到這個夢幻的行業 作品獻給我老闆 可惜他已經不在這個世界 所以大會跟我說 那這本書 看那麼多 那麼多的唱片的心血結晶 你要怎麼拚命 我那時候想 嗯 好啦 有一天我會和我的偶像一同到去 我老闆是個偶像 我老闆製造的巨星也是個偶像 我的旁邊旁邊很多的紅板 知道的這個行業的人 都是因為我們追求偶像 所以聚集在一起 到出書的時候 當中 展覽計畫也跑出來 在當時 一群我的旁邊的夥伴 一直拉著我跟我說 夏大哥 不行啊 這個 書名 這個展覽的名稱 太難過 但隔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就決定了 好吧 那就把難過的字 掩飾下來 把它拿掉 就留下 留下一個很有創意的 看來是很年輕的 很有創意的 叫做偶像 對 其實這個 這個展覽的名稱 這本書呢 作品集的名稱 就是這樣子來的 但其實在這個行業裡面最開心的 不是崇拜偶像 是可以跟這個團隊 這個行業的幕後人員 明星朋友們聚集在一起 因為我們心裡想講話 都是一模一樣的 對 這個行業 我想會見到這邊的 見到這個行業的人 看到身邊的人 看到前面的行業的人 都是翻成偶像 然後一直相處在一起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 一個自己的感觸 變成 活活活偶像 很開心 今年到了台北 我們把這個難過的字 再抽掉兩個 對 跟我們的 好朋友 對 我說 我們要越來越開心 盡量我想要 跟大家都聊天旅行 不要再一直 那種難過的心情跑出來 我跟他說 我想到一個字 我們那個 IDOL把它換成ILEM 對 這也是我們兩個 一致同導演 其實要描述 這個產業 就是這個土地營養的創作 一開始我想到說 那他的中文是什麼 是保育 對 是國家 土地 聽我們說 就是保育島 其實開始 他有點難煞車 有點爽 可是在30年前 這兩個車是很前衛的 那個報拍下來裡面 就是有香蕉 有蓮霧 有習慣 好豐盛的一根島嶼 可是 現在流行自輕 現在流行義 我的流行 簡簡單單很乾淨 還有誰可以那麼大膽 把保育島兩次拿出來 我也喜歡做 很酷的事情 所以跟ILEM 這兩年的工作 互相互強 互相提升 又把自己那種 很原創的個性 又繼續拿出來 好